曾經,東莞以世界工廠的名號 壓立於全球產業鏈之巔 數不清的輝煌歷史 將這座城市推向國家一線城市的行列 東莞的經濟增長主要是靠低端製造業 例如電子、紡織、玩具等等 它們在全球供應鏈中佔據重要地位 隨著外貿工廠的外遷和中美貿易戰的影響 東莞常住人口開始出現淨流出的現象 由2013年的1400萬人 降到2022年底的1040萬人 每年淨流出大約30萬人 去年,東莞的常住人口甚至下降到800多萬 相當於一年內淨流出接近200萬人 口境不太容易保持 到了去年,東莞的製造業陷入了嚴重危機 據統計,2023年度總共有3500間企業倒閉 其中製造業高達2050間 這些倒閉的工廠曾為東莞帶來無數揮鍋 但現在成為城市衰落的殘酷現實 大家都以為熬過疫情後,經濟會全面復甦好轉 但事與願違,究竟為何會這樣呢? 我們今集就跟大家分析一下 好了,在未開始之前,如果大家未訂閱請幫忙訂閱 請讚多及分享給朋友,如果有時間請幫忙頂一頂廣告 多謝大家 倒閉的工廠都有2、30年的歷史 高峰時期,每家工廠都過千人 曾經贏得海內外市場的廣泛認可 在東莞這麼有勢力的企業都要倒閉 更不用說那些小型外貿工廠了 那去年有哪些大工廠倒閉呢? 在10月20日,經營了30多年的東莞富邦 不敢塑膠製品日限公司宣布結業 企業發布的通告上提到 因為近年虧損嚴重,舉報遺姦 無法扭轉困境,就決定在去年10月31日起 奮批結業,停止生產 在11月6日,位於東莞市長安鎮的港企小明事業都宣布結業 這家工廠已經成立了31年 在塑膠軟包行業非常有知名度 公布寫著由於公司多年來,經營涉本嚴重 負債累累,已經沒有能力清還所有的債務 在想辦法解決員工的身金問題 無奈之下,不得不做出這麼艱難的決定 另一家就是在東莞做了27年的外企 中星電器 中星電器廠成立於1996年 註冊資本達到3.3億人民幣 是東莞市超大的企業之一 生產各類的電子產品 例如插鬚、電器、遊戲機等等 是知名遊戲機品牌任天堂的主要生產商 最巔峰時期曾擁有員工近萬人 在去年12月31日 中星電器突然宣布關賣旗下成型工廠全面停止生產 公告寫著工廠受到長達3年的疫情影響 訂單急速減少 到2024年2月1日 東莞知名港資玩具大廠 紳士野玩具也宣布建業 紳士野玩具廠在2011年註冊成立 在香港雲信實業國際有限公司旗下的機構 位於廣東省東莞市清溪鎮金星工業區 該廠的佔地面積高達3萬多平方米 是一間雜塑塑膠精品玩具生產 加工研發於一體的綜合性玩具禮品製造企業 擁有近千名員工 因為訂單嚴重萎縮 即將結業 紳士野玩具有限公司同樣受到疫情影響 出口貿易急速減少 經濟陷入了困境 經過公司管理層的慎重考慮 他們決定在今年2月1日起結束營業 工廠將會全面停產 這間在東莞玩具行業奮鬥了13年的港資大廠 就這樣宣告倒閉了 它的倒閉不僅令更多人失去工作 大家都因為感而對這個行業的未來充滿擔憂 這場史無前例的疫情引致供應鏈的中斷 和海外市場的萎縮 令很多外貿企業都陷入困境 大量低端製造工廠倒閉 東莞的經濟增速逐漸失去往日的活力 上半年只有1.5%的GDP增速 令在中國產業鏈處於相對低迷的狀態 人材流失和產業空心化隱憂的加深 隨著中國城市化進程的加速 越來越多年輕人都選擇 更具發展前景的城市發展 導致東莞的人材流失問題更突出 同時東莞製造業的減速和產業升級不碰 產業空心化的現象逐漸變得明顯 海外市場的畢竟是導致訂單下滑 長期竊本令企業無法維持正常的生產 再加上東莞地區的房租、人工等等成本逐漸上升 生產成本增加但沒有生意接 變相根本無法賺到錢 全球市場競爭的加劇、產業升級的壓力、環保要求的提高 和東莞市政策調整等等因素 在這些環境下入不少工廠 將產業搬到越南或墨西哥等國家 這些國家的人工成本相對比較低 企業可以用更低的生產成本 有更靈活的生產方式 越南政府還提供了一系列的優惠政策 鼓勵外商在當地投資製造業 要賺錢當然想也不用想去越南了 疫情雖然是一帶主因 但當時的清零政策也是主因之一 人家海外國家選擇繼續運作 當你停的時候 人家已經運了新的替代工廠 到你重開想找人的時候 人家基於你這次疫情的處理手法 已經要對你重新考慮或者不再考慮你了 東莞也好 其他國內工廠也好 錢、人力、資源都已經不是海外市場主要的focus 反而是會講究了節能環保、當地政策或保障 所以假如國內工廠想翻山 首先要搞好自己快地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請按LIKE我 請幫忙訂閱和分享給朋友 還要按旁邊的鈴鐺 有新影片就會第一時間通知到給大家 請幫忙追蹤我的Facebook和IG帳號 拜拜